故事 故事本身才是那個最能夠打動人 感動人的部分 所以它就後來變成我們最主要的主軸 變成一個故事交易所 營造的遊戲場 它也會有點像是一個賭場的概念 任何製作方或是任何人 要去投資一個文本 或是要去挑一個故事 改變成電視劇或電影 它其實都是一種賭注 你變成了一個投資者 然後你想要投資在哪一個故事 像是一個奇幻的遊樂場 用四個象限去做整體的一個說明 所以我們就用Dimension這個概念 來當作這一次 在未來內容體驗展示裡面重要的一個核心 還有你幾乎所能想像的感官 能夠觸碰 接觸到的 能夠觸碰到的東西 其實在這次的展覽裡面 我們會全部把它包裝 然後變成其實是一個 去真實的方法 讓所有人進到裡頭的時候 你不只是感受未來世界 而且你的未來世界 會跟人性一樣真實 台灣的產業應該呈現一個 新的一個混種的一個樣貌 特別挑了像是紡織業啊 然後塑料回收啊 或者是農業啊 然後跟數位製造啊 不同的產業當成傳統產業的底層 然後各種不同的一些媒材 希望重新整理這些 讓這些產業有一些混種 新的模樣 大家從台灣的產業 看到台灣的文化 然後看到台灣的藝術 所要呈現的形式 它融合在一起的狀態 我覺得更符合一個我們所說的 混種到底可以混成什麼樣子 每一個展場或者是作品的打造 它背後的核心還是故事的魅力 就像從小我們從床邊故事 聽媽媽的睡前的故事一樣 故事永遠會讓我們 非常的投入其中跟沉醉 尤其是好的故事 這一次的TCCF的展會裡面 一方面讓大家回到聽故事 最迷人的那個初衷 同時也互相交流跟探索 最新的說故事的方式 既有台灣的在地元素 同時又有國際的價值